大家好,我是飛鴻 今天1月24日,星期日 沙田跑完10場的草地賽事 今次是用A加三藍大賽日 今天節目主要講三個話題 第一個是金槍60 贏了一支泰比之前就沒有那麼輕鬆 但是我絕對不是說他有對手 第二樣就是蘇明倫 今天他是黑過蜜豆 最黑那一刻當然是連起風寶也被迫 而且蘇明倫修停的馬 就拉傷了 所以之後退爬了火線 甚至是三個被爬 稍後再講 第三就是蔡宇漢 今天他又3個贏 而且呼風喚雨的能力很強 上期他還用賀明倫 就賀明倫5個贏 今期他用薛恩 薛恩贏勁勃 贏了這個經典一理賽 我們稍後再講一下 首先先看第七場 就是今天的董事杯日一級賽 今天節目正式開始 這個尖前故後的0124 大家如果喜歡看我的節目 可以按下紅色的按鈕訂閱我的頻道 逢賽馬之後就可以聽到我的分析 以及在排位聽到我的提示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看一次 然後呢 這一場馬 金出六獸是贏就贏了 不過姿態呢 沒有之前輕鬆 只是贏過頭 贏出入專區 會不會就是 起碼他和國際賽都是這條Q 但是這次的距離縮短了 會不會是金出六獸好像有對手 首先看一場馬 先看一場馬 錄檔起步 金出六獸 鏡頭怎麼這麼浪 現在錄檔會留在尾 很正常 前面呢 佳燕之星就圓蘭放了出來 現在因為沒有馬上來拍他 高大威猛其實只是跟的 就不是拍的 貼蘭那隻勝得精彩 因為他不夠千六器的那隻馬 所以呢 巴道都很穩定 按實先 就沒有跟上佳燕之星後面 有得出入專區 拿回籃 然後韓福少龍 接著就夏威夷貼籃 接著就金出六獸 接著就金出六獸 然後就巴尾跳出香港 那呢 這次前面單騎領放 佳燕之星 那你給潘頓這樣放馬 他當然的步速按到很正 對於這隻馬 那麼呢 頭兩段呢 步速是慢得驚人的 這場馬 頭兩段的時間呢 是做了25.4和23.21 即是跑了四班 都是慢步速的時間來的 那何況這些吸制賽馬 那所以呢 金出六獸這個位 轉彎是有點不順的 不過呢 去到最後八棒位呢 因為佳燕之星都想踩油 扔掉後面的 那麼 現在呢 入直路就舒服了 其實就是 短速加快了之後 但是呢 你看看 金出六獸 這裡呢 他騎下去 這個反應呢 好像不像之前那樣 一之戰 就過了 他也要推多幾步 這當然是開邊 打了幾邊 就買一如以往 慣常的內閃的 那這裡呢 村河專區呢 又論論盡盡的 騎道 但是呢 這隻金出六獸 已經很快收到邊了 那呢 你看看 雙方的差距是頭位 而村河專區呢 還好像田打案發揮得一般 太太太 真的 他只欺負一些 腳步 撐一點 這竹頭又很輕 Hans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搞得這樣 啊 那就沒有人會碰過他的 但是呢 就是哈威夷在他的兩隻馬 中間二人吃了三文治 所以呢 就追不到 跑一個第四 然後嘉壹之星是第三 但是呢 這個差距呢 好像 好像 呢 這次贏馬 但是你看看時間 金槍60自己是在做 最後800位 是做22.38和21.8 直路 最後400位 能夠做到22秒以內 跑1里馬真的很少 這種衝刺 首先看見21.8 很容易想起以前的電子麒麟 但是 電子麒麟雖然他很厲害 都是馬王 但是連勝 起碼他還沒贏的打比 那個姿態 我認為金槍60 完全是自然不同 而且重要 這兩段拉斯 其實是合共 44.2 22.38加21.8 44.2 就是他平均 每個400位是做22.1 都是一個極速 即是說金槍60 其實是做了一個超級的短速 來追回這場頭馬 但是還有最後報告說了 原來金槍60 去到300米的時候 馬鞍是環移了 但是呢 300米 就是入直路之後 大概是差不多到 我們看著鏡子 看不出的 但是呢 這個時候大概 就是他慢慢懷疑的時候 但是呢 你見到何澤耀呢 就完全是很淡定的 繼續 繼續騎他的馬 也都不方不亡 這三邊呢 四邊五邊左右 都是叫金槍60 贏得比較辛苦的 在他歷來贏的賽事 不算上界打比 那一場一定是最辛苦的 因為那一場都是克服的超高難度的 這場也都不例外 所以呢 下場金槍60去跑2000米香港金杯 我個人認為呢 一樣他是很好的 贏馬機會 就算他的對手會變成天滿意 時尼精彩啊 還有這場 這場跳出香港都應該會跑的 只要他健康可以保持到 那所以呢 我認為 甚至乎 我見傳媒說 金槍60的幕後 就說到 想挑戰翠河的成就 做三冠馬王 就是 如果下關搞定 2000米那關 就會跑完2400米的姐打杯 那儘管 看看之後發展如何 但是首先 2000米這場呢 我個人覺得 對金槍60來說 都應該不難的 因為天滿意和時尼精彩 尤其是時尼精彩 已經不是他最好的水準 那天滿意呢 本身都不是一隻太厲害的馬 但是金槍60是一隻非常非常厲害的馬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場馬 他這樣都贏到 已經是很不得了 那埋滿初落專區 都落重飛了 那幾乎 已經偷了雞了 那 還有這場呢 第七場呢 我想看一隻跳出香港 跳出香港 大家留意多一次他直路 因為他沿途就在包尾 很正常 他都長途馬來的嘛 那入直路呢 你見蘇明倫呢 騎得非常之斜 那最出的那隻藍三位 就是他了 黃帽的那隻 那這裡跟著 金槍60出去的 那 那現在其實是看空的了 但是呢 那 蘇明倫呢 就這樣推啊 然後呢 拿條邊出來拍了一下 那這一下而已 沒有啦 就這樣推著回來 但是旁邊呢 幸福士龍打到死不死的 金槍60很容易過了他 但其實呢 如果你真的認真點騎 其實呢 怎麼會追不到夏威夷呢 這隻跳出香港 那 但是呢 最後報告就是自不提的 就是滑到這樣 蘇明倫那邊騎到 那 但是呢 很明顯啦 這個矛頭不是這場的 這隻跳出香港 你看他這裡好像收姜一樣 已經在等著 其實很早的啦 早了 百多米他已經在等著收姜 那 那 就 跳出香港 其實這次熱身賽來說 當是雜的 其實他這場馬 熱身賽來說 效果都幾好 希望他的健康保持到 下場有2000位 再跟金槍60鬥過 好了 那我看下一件事 就是講回蘇明倫 那這場是第二場來的 第二場呢 其實蘇明倫最重要是看一檔 這隻 彩虹之光 那 你一看他起步就夠了 之後不用看下去了 那這隻馬呢 自己在開閘的時候 整隻腳都起了 起了 起了 但還要起很久 那種 不是一直起一起 那所以他一早已經落下了超遠 那他最後呢 勉強把馬 跟著大隊 但是用了很多力了 這樣已經 入籍到前 打扁 還有包尾 檢查說 健康沒事的 不過你再看多一次他的起步 其實呢 跟上期 這隻龍門灌熱島 是相似的 就是馬自己 臨起步 就是剛剛 他一起的時候 就開閘 那樣 就是這樣 那樣 他只要扔了那麼久 所以呢 這隻馬輸 這次就完全不用計較 那 也不跟蘇明倫的事 其實這隻馬這樣 臨起步前 起一起琴 但是呢 他那個黑氣 就真的很誇張 那 除了這一場 還有剛才看過跳出香港 也是 其實跳出香港 我簡直認為 是輸得比較 比較 肉酸的 相對來說 這次是他無辜 跳出香港 就是他很早已經 其實沒有什麼 騎過的 另外呢 就 歡樂之 不是 那隻叫歡樂小子 那隻老馬 十歲老馬 其實 松良都 全程走三碟的 那一場馬 那今天呢 他是三號的騎師王 那三號 但是他是零分 在他退出之前那八場 全部沒有三甲 那 歡樂小子走三點 往空其實也有點走勢 然後呢 幾雷龍星 因為外檔被迫著方 那就沒得說了 神亮金剛 又會染被覆蓋 包尾大敗 另外 看看 起風寶 起風寶 如無意外 應該是人道毀滅 因為當場圍了八步 還有 他應該是跑筊腳的 那 除了起風寶 當然 看看勁駁 這場 暫時 我們先看看起風寶 黃三那隻 黃三紅帽 內蕩起步 很輕鬆就拿了一條籃 那 外面呢 就包裝永勝 跟著就 標之未來一起放 那 包裝永勝 就換了個面枯 起步快很多 然後大衙當 又健康愉快 就切入不到 另外一隻走三調 就是希斯的美麗同響 然後中間呢 就智慧神軒 走二跌八臂枯 那隻 後面就達深星 鐵欄呢 這隻是王者風範 然後 後面鐵欄 就行運快車 外面就飛輪閃耀 然後呢 後面四隻就勁搏 後面三隻 還有天使 還有這個 帳王 那 這個位置呢 起風寶就已經 逼了 收停了 但是呢 可以看多次 它收停的時候 在這裏 那個意外大概來了 那 它看起來 好像跟 MGV未來的後題 是有點接觸的 那 它踩到後題 然後自己呢 就 挖一挖隻腳 這樣就沒有了 那 它收停的時候 因為 那隻馬都快跌了 那 蘇美龍一抽著 的時候 就 因為它最後兩場 退下火線的原因 就是拉傷了 就是這個時候拉傷了 就是這個時候拉傷了 那 現在看回這場馬 達深星 可以看 還有勁搏 另外當然要看 非常閃耀 紅眼罩 現在勁搏 我呢 就走出去三碟 看空了 這個時候我先停一停 因為呢 這場馬一定要說說斷速 這場馬的斷速呢 如果以 無論一班的標準時間 或者二班的標準時間 算 都是快步速來的 因為前面的標之未來 就有加程 但是它都放得很急 那 包裝應勝 就在前面 叫做鬥蕭 那 最後呢 前面這一大堆馬 就算算是達深星 大門一號 都好 只得一隻標之未來 是沒有散的 其他馬呢 是全部都是後上的 包裝應勝 叫做 有個第五 但是就 就落後 標之未來 差不多兩個馬位 那 那我們現在繼續看下去 那 直路是後上馬的天下 外面大概當是2號勁搏 紫的3那隻 然後跟著勁搏後面 就是張王 沒什麼的 然後呢 看到中間 紅眼罩打群龍那隻就是飛輪閃耀 接著呢 達深星呢 其實開了那個位置 完全沒有發揮錯了 但是其實它就不多的 那 接著在達深星內側 就是行運快車 外側就是飛輪閃耀 一左一右 一起追著勁搏 但是勁搏已經走掉了 那 雖然呢 你看多一次直路 勢欣呢 其實這隻馬呢 其實都片得挺厲害的 還有呢 你又可以留意勢欣的邊 這個時候勁搏 已經在外面的勢力很強 這個時候 試著拿一條邊出來 撩一下撩一下 這樣 這裡 三下 接著呢 那隻馬呢 頭就扭軸了 接著呢 就開始耐閃了 那他一路拍著 右手邊 但其實不是真的打 他用了節奏 那隻馬 沒什麼閃的 但是呢 頭呢 一路有一點點 向入面的 然後呢 反而追上來呢 就非常閃耀 就不是看空了很多 百多米而已 然後呢 幸運快車呢 都不是說十分順的 那位 所以呢 我覺得今場 因為呢 達心星為什麼輸呢 其一就是 步速快 那他氣量不夠 因為這隻馬 本身就 只是跑過一次千六 就是騎士背了一次 但是那次呢 他是貼難 省了位置 還要揹超輕磅的 今次就揹一二六磅 而且他是走二疊 一直在外面的 但是呢 那一場 步速是沒那麼快的 今場是快的 所以呢 氣量要求高了 而勁博呢 就是一隻 贏過千八的馬來的 所以呢 加上他在外面 發力先 走掉先 那麼二三明 那兩隻馬呢 找個位都不是太順 所以呢 勁博這場馬 就這樣贏了 然後 還有就是 所以未來那兩關 大家就鬥進 鬥進度 你可以看多一次 這隻飛輪閃耀 和行運快車 怎樣 不是太順 在裸位方面 打三星後面 白鼻梁呢 就是行運快車 那麼 行運快車旁邊 紅眼罩呢 就是飛輪閃耀 那這個位呢 看到行運快車都叫做騎倒 那打到邊了 但是飛輪閃耀呢 就是打困擋 打到現在才開出來的 那麼 那麼 拉兩下才打到邊了 其實當時呢 已經還有百多米了 那麼 如果他早一點點 網空呢 其實起碼可以拿回第二 至少 追不到勁博都好 那麼 所以呢 這場馬幾隻馬呢 投了幾名呢 演出都各有千秋的 那勁博起碼 就證明他健康回來先 然後呢 行運快車呢 就是他有一次 千六經驗 這次第二次 那麼 也都再次追到Q 也都證明了這隻馬 是很準的 還有 他什麼路程都追得厲害的 跟著 飛輪閃耀 直接是塞車塞了很久 然後這樣可以爆起 而就算標尖未來第四那隻呢 都證明了他快放 都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他原本是後上馬 那隻 那就是 跑法機動了 而且他放到這樣呢 都可以贏到他包裝泳城 平榜喔 其實不簡單的 這個動作 那麼 另外一隻健康愉快 四號那隻呢 都不要太過看少他 因為他今天全程看空三碟 今天三段是死位來的嘛 那麼呢 所以 我都 不至於太忽視他 去到這個階段 那你說 反而呢 爆裝認證呢 再次是失望的了 然後就 還有 還有 還有比較失望的就是 智慧神區 上次都叫上個名 是200元 但跑來完全不行的 另外的比例同樣 都是差不多 如果賽前的 預計 我認為他在外地的賽職 是有些水分 就算他今天走三碟 望空也好 同樣走三碟 那些健康愉快 都不會差到這樣 那就是 都要趕下進度 這些馬 好了 另外一件事情 就 順便就伸延下去了 就是看完蘇永倫 這樣他跑完第八場之後 就退下火線了 那就可以看完 這個 這個 方家柏 就是方家柏 就是方家柏 就沒有了 那現在 那 就 除了蘇美良克之外 方家柏的近況也不是太好的 那 首先呢 他 一月呢 其實贏馬呢 除了上個星期 谷草那場快補束之外 就是已經是數到1月6號 又是谷草的精靈勇士 然後再數到1月1號 他是3win的 就是坐霸王的 那就是近半個月呢 他越來越沉 但是呢 你看到方家柏的馬呢 其實多PACE 哎 不好意思啊 我現在移過一點 那看多一次 就是呢 近期贏馬 就是359這場 1月20號快補束 然後呢 就 對上一次呢 就是 就是這個 精靈勇士 322這場 1月6號 接著就是1月1號 那3win 那 但是呢 但是近來呢 他很過多PACE 譬如剛才看過 主球專區偷不到計 另外上個星期的肥仔威 上心星 啊 升為榮爵 這樣 資本家 大常威的都是 不斷跑PACE 那呢 那個問題就是 方家柏現在的領先勾勢 在榜首呢 已經被蔡翰追到 5場了 那呢 相反那邊蔡翰呢 就首風順到不得了的 今天 好眼光勁 薄 和黃黑黃三win 除了首風順 都買得多厲害 當然 今天勁勃就算不贏 都是幸運快車贏 都是蔡翰的馬來的 那另外呢 上個星期 谷草就兩win 就是上期 谷草兩win 共錯蚊分和喜迎寶 然後呢 上個田祖賽日 就厲害了 疾風明區 美女掌聲 平海掌聲 三win 那當中兩win 就是賀明蓮的 就是平海掌聲 和疾風明區 然後呢 再上一次 就有這個 1月10號那天 1月13號就沒有買贏 那1月10號就有好眼光 和連連行運了 然後呢 就已經去到1月1號了 那勝得精彩 就算12月20號最後一次 都有這個自尊高升 那就是幾乎 1月呢 大部分的賽者 都是有馬贏的 還越贏越多 這個模式 對啦 那還要說一件事 就是 還要不是經常靠摩尼拉的 那些馬 今天這樣 勁勃的已經是這個時音了 另外兩邊都是摩尼拉的 但是就是好眼光和黃黑王 那黃黑王就是明星馬 另外好眼光都擺明是超新星來的 這隻 然後呢 但是最誇張呢 就是上期了 那他用賀永年呢 就贏了疾風鳴區 和平海掌聲 那平海掌聲 是之前巴道贏的 其實呢 某程度上 連連行運 都是巴道贏的 而上季的連連行運 是葛能贏的 不過葛能 不過跟蔡漢比較少合作的 那我想說的呢 就是蔡漢的馬呢 其實就 一來不是一定要給外拉 二來呢 是他的馬真的厲害到 沒說給誰不行的 是蔡漢關照你呢 你就有機會了 就是詩欣那 那麼低沉 而且都一向跟蔡漢其實沒什麼交收的 他就 雖然大家都是澳洲人 但是他跟蔡漢的合作呢 就一向都是很少的 詩欣今季呢 就只是跟蔡漢合作過四次 就是不計今次 就全部都輸了 那麼合作的馬就是 美麗多多 兩次美麗編凡 和一次喜晉區 全部都冷門來的了 就起碼都十四倍 去到四十幾倍了 那呢 今次 這隻勁博呢 23倍 那就得手了 而且是大賽 那麼 對詩欣在香港的事業呢 就是看看會不會有一個轉機 那麼 詩欣近來也有些馬贏一下 那麼 那麼 就叫今季有些霍利時 啊 維麗德 和希斯 加上賀賢都支持一下 那麼 儘管看看詩欣之後會怎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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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上個星期 那麼 試襲 忘記了去試襲 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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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偉達公開批評他 還有 就沒有那隻一級再助騎 那麼 但是詩欣今天呢 就贏回另外一隻 那麼 就是 就是 所以 蔡漢呢 如果之後 還會 有馬給他 就是可能未來的兩關 很薄 都是 詩欣騎 那麼 如果真的 不刻意地被他贏 打比 真的不得了 那麼 始終 不要忘記了 上季打比 詩欣都幾乎贏 的 就是幸福掌聲 其實大籃碗 當時都幾乎偷了金箱六十雞 那麼 你說他是不是大錯騎師呢 我覺得這個有點過餘的 但是 至少 就是 他不是真的 未至於說 完全 太過離譜 就是 不會是 和藍那種 你一見到就踩了他那種 那麼 為什麼有提套 黃浩藍呢 好似上期的 其實就是因為 我現在又要看黃浩藍的馬 做跟隨馬 那麼 我想看那隻 就是 心中有馬 尾牆 六檔起步那隻 那麼 現在就先看這隻 既然開了就 那麼 六檔起步跳跳 不過算了 這隻都是 慢腳後賞馬來的 那麼 因為呢 其實這隻心中有馬 在外地是贏1600米的 然後呢 就要跑過2000米 在滿里谷 那麼 所以呢 他絕對不是一隻短號馬來的 那麼 現在他包了尾 那麼 那麼 這個時候呢 先看一看 這場馬 頭馬好眼光的 大眼頭 第二呢 就發財寶 現在就跟著好眼光的 在第三位二點 第三位 第三位 即是排隊第三那隻 就是刀牌 現在貼籃 第五位 藍色眼罩那隻 然後呢 第四呢 就是在刀牌人區身後 旁邊的那隻 紅眼罩的 紅色頭罩 那隻二話不說 第五呢 就是二話不說前面的智力同心 就是說呢 換句話說說 因為這場馬呢 是很慢捕捉的 所以呢 後面的馬呢 是沒有得追的 就算呢 新勝的 共同勝利啦 或者熱門的包裝太保 都是沒有得追的 另外一隻前面神進馬的車 都是新勝啦 全部都在後面回來的 但是呢 你要留意著白鼻梁 那隻心中有馬 他最劣勢啦 現在 入直路之前呢 他還落後一隻 前面大王寶寶 以及共同勝利 一個多馬位的 那麼 他這個位呢 就非常差的了 但是呢 入直路的黃浩南 立兩下 這裡完全整個淋馬 因為說了萬步錯嘛 你在內藍點 很難會找到位 每隻馬都不散 他又慢慢推一下 推一下 逐個位置找 那這裡呢 跟著的屁股 也算是有一點點位 但是呢 也要轉啦 又轉了 出去場上 但是呢 有一點點檢查一下 跟著呢 這個位其實都開不完 但是都打到兩邊啦 最後呢 隻馬越錶越近的 那麼 他跑了在哪呢 尾場 就是跑第九了 這隻心中有馬 那次時間是開到22.15 22.15 有什麼概念啊 頭馬好眼光 雖然他放的 但是這隻超班馬 他在做22.35 是這場最快活段 22.15 就算你說相對 外面共同勝利 快他成四線 另外呢 在他旁邊一齊 有一追的那隻 帝王寶寶呢 就是22.23 都是慢過心中有馬的 所以呢 我相信心中有馬呢 其實他只要肯爭情 去跑中距離呢 那隻馬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他現在67分 輸完這場 應該減到65 沒理由等降四班 有等到什麼時候 但是賀賢 因為這隻馬很小的 又是要慢慢 就是要疼著來操 那些 看著那個榜的 那呢 就 儘管看賀賢會怎麼部署 但是近這兩三場 他都追過那個 但是就 今場真的太誇張了 我走勢 所以特地拿出來講一講 另外一隻跟進馬呢 就是 剛才看過的 其實是第二 第二場 那我們現在就 魯表省 我選了 其實看早段 還是看尾 你已經知道了 因為 今天 沒有什麼可以追的 在外檔 現在 魯表省在哪裡呢 就是在 尾四 灰馬 翡翠六 外面就是魯表省 白帽 那隻 一路走著 二疊 三疊 因為 這場馬 其實的步速 都算是偏快的 魯表省 在這個位置追 不是說沒有 但是就 今天也很少說能夠做得到 那 他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可以去到 入席路前 因為 那個位置沒有變過 入席路前 魯表省 就扔了出去 大外檔 在神州福星外面 那隻 十二號 在尾四 那隻 已經跑了出去 三四疊 那麼 入席路會再兜出一些 避開了三三福運 嘩 這個位 八九疊入這個彎 然後 就騎下去 這隻馬 原本有點小 但是今天這個位置 實在太劣勢 那我看 他也是輸了 跑到很小 那這隻馬 擺明四班 跑這些 因為他上次還要贏法路谷 在五班 那轉回來 沙田 一樣可以 相信這隻也是田高雙槍象 跑了四班 都可以贏 好了 那另外 今天還選了另一隻 跟進馬 就是第六場 威力飛馳 他的case差不多 那一場還要是 慢步速來的 更加難追 但是他也是 嘻嘻嘻嘻 都追得近的 應該很快可以贏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面紅色的按鈕 訂閱了我的頻道 當給他支持我 多謝大家 我們明天排位日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